1月15日消息 斯莫克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 世界第五凯伦威尔逊止步八强 以1比6的总局分输给特鲁姆普 堪称一场完败 不过 凯伦威尔逊非常有风度 比赛结束后第一时间主动握手 并且向对手特鲁姆普竖起了大拇指 可以说 凯伦威尔逊虽然经历了一场完败 却不是风度 这是斯莫克该有的样子 毕竟 斯莫克是一项绅士运动 凯伦威尔逊的大度赢得了掌声 也赢得了球迷们的一致赞许 实际上 就在本赛季 莫菲和中国球员鲁宁 都曾在斯莫克赛场表现出了失态的一面 应谨赛首轮 莫菲爆冷输给了斯嘉辉 赛后 莫菲抨击斯嘉辉 业余球员不应该出现在职业赛场 斯莫克冠军联赛 鲁宁与乔佩里爆发冲突 鲁宁打飞白球泄愤 非常失态 向对手大度竖起大拇指 凯伦威尔逊很绅士 与莫菲鲁宁的失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定程度上 凯伦威尔逊打脸莫菲鲁宁 无论是球品还是人品 世界第五凯伦威尔逊都是典范 值得大家的赞许